鰻魚三吃 那第一個步驟先把鰻魚飯分成三個等份 每一等份一直放到前面咖啡色的碗底 那第一次先吃原味 後面再撒一點山椒粉 可以提升鰻魚的香氣 第二次是搭配佐料 蔥花、海苔、芝麻做乾拌的吃法 第二次是乾拌吃 第三次由盒子中間的紫蘇絲、哇沙比跟恐怖高湯做結合 那沖入高湯之後 等待紫蘇絲的香氣 釋放出來就可以吃 那切記第三次的時候 那個紫蘇絲、哇沙比 不要一次放太多 不然味道會太重 好 OK 那這個蓋子收到了 好 謝謝